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密利 27日表示 中共的高超音速武器测试非常令人担忧 甚至已经接近于历史上的什普尼克时刻 路透社报导 这是美国官员首次公开承认这项消息 中共试射了可攜带核武的高超音速飞弹 史布尼克这个词是苏联共产党在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字 当时震撼了美国对自身技术优势和国家安全的看法 而后引发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 密利将中共试射及音速飞弹与什普尼克卫星相提并论 并指出中共是美国军事上最大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27日指出 美方意志非常清楚 中共在发展对缓解区域紧张局势没有帮助的能力 并使用这些军事力量恐吓和胁迫邻国 不过科比拒绝谈论中共高超音速武器的细节 白宫发言人沙奇27日针对密利的评论表示 中共持续在增加区域的紧张局势 并试图增强军力 美方会继续关切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珍整理报导